睡覺是個硬生生 想來人生三分之一 幾乎沒得商量的每日待辦 但因為學校沒教 考試也不會考 人們對睡覺就有各種烏花八門的理解 有的人覺得 根本不用睡那麼多 只要像手機充電一樣 有電就好啦 不用每次都充飽 所以常常都只睡個七六五四三分飽 還會時不時挑燈業震 挑戰自己的電力極限 但也有人完全相反 覺得睡覺極度重要 到了有一點焦慾的程度 經常擔心自己是不是睡太多還是睡太少 有沒有睡太淺還是夢的太多 焦慮的睡不好覺 不管你的理解是哪一種 看完這部影片應該都會對你有所幫助 睡眠其實不像手機充電那麼簡單 它更像是全方位的 少睡一點 身體該做的工作就會做不完 累積下來就真的會出問題 但也不是什麼情況都需要擔心 有下子是睡眠的正常現象而已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睡覺時的身體 到底都在做些什麼吧 首先睡眠真的有深淺之分 但一個健康成人的睡眠 並不是從清醒前眠就 piu的降到生眠 然後一路到天眠 而是會經歷 前身前身前身 不斷的循環像雲霄飛車一樣 根據腦波類型肌肉舒張 眼睛的移動還有其他生理的數據 睡眠的升起來還可以再分成四個階段 名稱也很好記 分別就是階段一階段二階段三和 而猜猜看是哪個呢 嗯不知道選哪個就選答案最長的那個答案就是 快速動員期 英文簡稱REM 而前面三個呢 因為不是快速動員期 所以也合成為非快速動員期 英文簡稱為NREM 取開頭的N 階段1到3就簡稱為7個樣子 為了念得順口呢 這系列提到睡眠式階段的時候 我都會統一用N1、N2、N3和REM來稱呼 而這四個階段當然也不是很好玩的 接下來就來看看 他們各自有著什麼樣的特徵和功能吧 首先是N1 腦波正從清醒時的高頻 逐漸下降的階段 它是進入睡眠的過渡期 也是最淺的睡眠 在這階段非常的好叫醒 醒來後 有些人會覺得剛才好像半夢半醒 也有人會覺得自己根本沒有睡著 我發現我在準備入睡的時候 如果思緒邏輯開始變得像 夢你要亂七八糟的話 通常也是我差不多要失去意識睡著的時候 現在想想 那可能應該已經進入N1期了也說不定 如果在N1沒有醒來 就會進入更深也更穩定的睡眠階段 N2 這時啊 腦波的頻率、心率、體溫、呼吸速度 和肌肉張力都會逐漸下降 身體啊 也會進入更放鬆的狀態 在這個階段呢 大腦會進行記憶的鞏固 也能清除睡眠壓力 即使被叫醒啊 也不會昏沉太久 是午休小睡最推薦睡到的階段 那如果在N2也沒有醒 我們就能進入最深的睡眠 N3 這時 腦波的頻率、心率、體溫、呼吸速度 和肌肉張力都會再降得更低 在這階段被叫醒 腦袋會昏昏沉沉好一陣子 甚至啊 會覺得比睡前還要累 是午休小睡 比較不推薦睡到的階段 這階段呢 也因為腦波的頻率變得很慢 慢到啊 看起來已經不像雜訊 甚至可以看出特定的波形 因此 這個階段也稱為 曼波睡眠 欸不不不 跟那個曼波一點關係都沒有 欸但是 如果你哪天想要學怎麼邊唱邊跳這首歌的話 那就有關係了 不論是唱歌、跳舞、彈琴、背單字還是韌露 這些記憶啊 都會在N3進一步步步行鞏固 不少研究發現 在相同的學習時間下 有睡覺都會比沒睡覺表現得更好 同時呢 N3也會整理暫存區的記憶 讓隔天能有新的空間存入新的記憶 所以如果想學好任何東西的話 別逼自己從早學到晚 把好好睡覺這項任務放進來 才能夠事半功倍喔 而除了學習以外 N3也是清理代謝的重要階段 身體啊 在白天忙完後 全身各處都會留下一大堆的代謝物 就跟派對或活動結束後 地面會一片狼藉一樣 這些代謝物啊 也是讓我們腦袋昏昏沉沉的睡眠壓力來源 N3時身體也會盡可能地把全身的垃圾清除乾淨 有研究發現 大腦細胞的間隙啊 會在睡眠狀態下增加六成以上 讓膠狀淋巴系統能夠更有效率地清除腦中累積的廢棄物 這就是像期末大掃除的時候 把座椅通通翻開一樣 才可以徹底的打掃乾淨 除了清除垃圾以外 白天的工作也會造成很多細胞夥伴 還有身體環境的損傷 N3也會搭配大量的生長激素分泌 來幫助全身各種細胞們的修復再生與生長 人體的首位大對免疫細胞 也會在這個時段進行修復與腸化 這也是為什麼 不論是想長高、長壯、長漂亮 還是生病要恢復健康 你的醫生教練還是老爸老媽都會叫你要多睡覺的原因之一 經過N3這一番的洗禮 到了白天我們就有健康的細胞夥伴 在舒適的身體環境為我們有效率的工作 我們也就能夠有精神意義的大腦還有身體 面對佔新的一天 相反的 如果錯過了這個階段 學的東西不但會記不太起來 記憶佔存區也會因為沒有整理 讓新的資訊進不太來 有不少的研究發現 睡眠剝多會使隔天學習心記憶的能力變差 還有一天研究發現 和睡飽飽足相比 睡眠不足足的記憶力足足下降了40%左右 而且這個變差還不是平等的變差 把記憶拆成正面負面和中立相比 睡眠不足會讓好的記憶少了一大截 壞的記憶倒是沒忘記多少 想想這其實也蠻合理的 在我們老祖宗的時代 不能睡覺的時候 通常也是危機是福的時候 這時候當然要多記得經歷過的那些緊張恐怖 焦慮還有壓力的資訊 才能提高警覺保住自己的性命 但回到了現在 這就只會讓我們原本普通的一天 因為睡不飽被改寫成糟糕的一天 還有啊 除了記憶以外 身體各處也會因為缺乏清理和修復 滿是髒亂和破損 工作夥伴跟著傷的傷 慘的慘 免疫細胞吃力的對抗外來的威脅 大腦總指揮也被廢棄烏鴉的難以正常運作 但身體沒有過定假日 全部都還是得硬著頭皮照常傷功 所以睡不好的時候 不只你在哀嚎 你的體內也在哀嚎啊 附帶一題啊 如果想要了解體內各個細胞們 是如何在健康與不健康的身體裡工作的話 可以看工作細胞和工作細胞Black 這兩步啊 都是可以讓你無痛了解生理學知識 也讓人莫名的想要活得健康一點的好作品喔 好 讓我們跳回來 如果你有好好睡過N3 那就會進入睡眠循環的最後一個階段 也是名稱最長的那個 快速動眼期 REM 顧名思義啊 就是眼球會在這個階段快速移動的時期 這個階段啊 快的不只是你的眼球 腦波的頻率也會瞬間快的像清醒的一樣 所以啊這個階段也稱作矛盾睡眠 這時負責視覺畫面的視覺皮質 和加廣情緒的性人和都會變得比心 這還要激動 但負責理性判斷的前額葉皮質呢 卻不怎麼活躍 這就讓大腦啊 有機會製造出各種讓你 蛤蛤蛤蛤的神奇夢境 例如幫助可怕的惡鬼小女孩 找回她儀式的狗狗 避免她在繼續殺人 被外星劇有噴出來的 又從肌肤大腦控制晶片 或是家裡突然出現了 六隻可愛的小貓咪跟我家的狗狗 玩你追我跑的遊戲等等 嗯 這些啊都是我做過的夢 我還有一個專門記錄夢的答案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未來也可以來分享一下 在REM被叫醒的人呢 约有80%可以描述出生动的梦境 附带一提 本人们从N2或N3叫醒 也会有大概7成表示自己有做梦 但只有一半的人会记得梦的内容 但不论你在REM梦到什么样的好来物具作 为了保护主人呢 你的身体都会进入瘫痪模式 避免大脑发送的讯号 顺利抵达肌肉 让你在大半夜上演动作片 那如果情况反过来 其实这个阶段突然醒来 但身体还在麻痹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被鬼压床了 没错 这个就是科学对鬼压床的解释 这时只要以眼睛闭起来 等到大脑接收到清醒的讯号 身体就可以慢慢的从麻痹中复原过来了 至于实际上到底有没有用 就欢迎有经验的朋友们分享啰 所以REM和做梦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 它们也被认为和记忆巩固有关 但与N3阶段不同的是 这阶段似乎更专注在连结 新旧记忆之间的关联 例如有时候在经历过一些事情后 会突然理解以前听到的某句话 或看到的某个现象 原来是这个道理 你对世界的认知 因此有提升的一个等级 另外REM也被认为有助于情绪的调节 这阶段会强化正向的情绪 小弱时间和负面情绪间的连结 让之后再回想其他的时候 能够越来越平静的看待这些事 而梦的功能也重说纷纭 有人说只是REM在执行工作时的复产物 有人认为梦是在帮助主人解决问题 传闻历史上有许多的科学家 艺术家 作家 都从梦中找到了灵感 也有研究发现 经历过快速动演习 解题的表现变得更好了 顺着这个逻辑 也有人认为 噩梦其实是在帮助主人 把最近烦恼的事情 做一个危机演习 好让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 能有办法及时处理 我在揭露梦的时候 也会习惯性的解读梦想跟我说些什么 虽然这些只是我自己的推测 但这个过程经常能够帮助我解除 因为噩梦遗留下来的凶闷感 有时也会带来一些不错的启发 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之后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所以当REM被剥夺的时候 除了会影响记忆的巩固 情绪处理与问题解决能力以外 也会降低逻辑思考与情绪稳定能力 让人变得比平常更容易把小事灾难化 产生剧烈的情绪起伏 这也是睡不好的时候 会让人脾气变得有点暴躁的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 嘿嘿可是我好像很少做梦 那这样我是不是没有REM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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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有睡超过90分钟左右 就有把一个睡眠周期睡完 你就一定会经历REM还有做梦 而且一个晚上还会经历 很多次的睡眠周期喔 只是人们通常只会记得清醒前做的梦 如果没有立刻回想也会很快就忘记 所以无论你记不记得你都有做梦 只是记不得了而已 相对的如果啊你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很多梦睡不太好的话 其实啊不是因为你梦到很多梦 而是你在睡眠过程中可能微微的醒过不小次 而让你记得了更多的梦 那些啊不小次的微微醒来才是导致你觉得没有休息好的主要原因 那如果你记得很多梦也觉得自己睡得很好 每天起床都精神异议的话 那恭喜你你是个记梦高手 说个题外话关于记梦这件事情啊 睡眠和梦境研究神经科学家Raphael Vallée就曾在受访时提到 梦境的基因能力和许多的因素有关 其中一项就是个性 他说啊 容易记得梦的人在焦虑开放性和专注力和创造力方面得分比较高 也更容易发呆拥有丰富的幻想生活 他觉得容易记得梦的人就像是艺术家 不容易的人则比较像是工程师 我自己觉得这个描述还蛮符合我的 你们觉得呢 那么今天的睡眠室阶段功能介绍就到这边啦 所以 原本啊认为睡小小也没关系的朋友们 为了不让睡眠不足掩盖你原本优秀的学习修复还有成长能力 不妨把睡眠的优先序再往前停一点点睡多一点点吧 对睡觉有各种焦虑的朋友 只要你睡醒后能不依靠咖啡因 除了午餐后的能量小低谷外 整天精神都还不错的话 就先放下焦虑好好的享受这一天吧 嗨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有与睡眠相关想听的主题或是想说的话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我是Yuna 祝你今晚睡个好觉 拜拜